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明朝1.3手暗然技能机制全曝光 回血家增商家自动闪避太香了 首个限定奶斧登场 1.4卡池大的来了 明朝,泽芝流水下跌12名 向你要赠送时间别记错 首款新时装将上线 明朝1.2卡池的泽芝已经登场 各位漂泊者们是不是都已经抽到了呢 除了人气角色泽芝的upline 后续1.3卡池的新五星角色首暗然 也是很多玩家期待的角色 而说起首暗然技能等相关消息也终于来了 一起来看看吧 废话不多说 首先就是首暗然的共鸣技能了 技能的效果可以召唤若干黄色蝴蝶 并且可以自动索敌 从而造成伤害 产生的伤害还可以为我们角色治疗 可以脱手 共鸣回路的话 通过普通攻击生成碱 简孵化出的是蓝色蝴蝶 同样是可以自动索敌 不过和黄色蝴蝶不一样的是 提升攻击力百分比 而首暗然的共鸣解放 就是之前提到的可以展开领域了 在领域覆盖的三个阶段中 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效果 其中一阶段可以恢复生命值 二阶段可以提升暴击 三阶段则是伤害增幅 变咒的情况下 普通变咒也相当于释放了一次共鸣技能 这时候的领域 13阶段触发的特殊变咒 同时产生一次爆炸伤害 颜咒可以提供伤害争议 并且有两只蝴蝶特效 当场上角色被受到以下如鸡飞 击退的时候 使用闪避也会消耗首暗人的生命值 这时候被视为完美闪避 总的来说 1.3卡池的首暗人 就这版爆料的技能机制来看 是个争议奶妈辅助角色 大概率是个半辅助半奶半副C的颜色角色 个人感觉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 值得一提的是 就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 后续的1.4版本新五星角色 大概率是老春了 但是武器并没有确定 同时之前各位漂泊者们提到的男女泄换 貌似也好像在弄 皮肤也确实有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和大家见面了 不过毕竟是网传的消息 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 各位漂泊者们还需理性观看 具体还得以官方公布的内容为准 首先就是次日流水统计了 通过期迈数据的统计来看 则知的次日流水虽然有所上升 但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尽管剧情方面很不错 不过大部分的漂泊者都不想用课金 来获取这位新角色 次日流水相对比长篱 真的差了很多 在总畅销榜单的排名中 截止文章发表前 已经跌落12名 还在第46位 隔壁掘区林相对来说还好一些 第三日排名暂时定在第24名 看来近期二游的总流水并不是很高 除非有那种特殊版本或者是超热度角色上线 玩家才可以在前十榜单中看到他们的排名 预计等守暗人上线后 明朝可敬前十 至于最终成绩如何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另外1.2版本开启后 有玩家吐槽官方并没有赠送向李奥 这里也要特别说明一下 在官方推文中 明确指出向李奥的赠送时间为9月7日 达成特定条件后领取 所以各位漂泊者不要再吐槽官方没送了 只是时间味道而已 回顾之前舅舅提供的消息 明朝这边也会在未来版本中增加时装系统 之前外网B站发布了一个明朝时装收集的活动 或许这次时装收集活动除了给明朝预乐外 还可能是为了给角色新时装寻找灵感而举办 时装系统预计最快会在2.0版本上线 所谓获取新时装的角色 有可能是长离 正好敢在附近版本复刻 还能再赚一波流水 不过个人还是期待 先给开拓者多设计几套可购买 或者是更换的服装 毕竟是老大 没有新衣服 有点说不过去了吧 通过隔壁的优化方案来看 明朝这边 又要开始紧张起来了 虽然口碑有所上升 但无奈对手实力太过强悍 其实明朝只要听从玩家的意见 不断优化 相信还是会有很多漂泊者 会留在索拉里斯世界的 各位觉得明朝这边 还需要哪些优化 可以把你们的想法写在评论区 我们一起讨论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集完蛋 还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